國慶晚會上賴總統拋出 祖國論引發熱議 而坐在台下第一排的立法院長 韓國瑜當下笑得很開心 他也還原當時心境 韓國瑜證實自己當面跟賴總統說 講得非常好 反觀同樣在場的 蔣萬安反應大不同 不只蔣萬安受到驚嚇 生怕雙城論壇因此辦不成 蘭偉更是罵聲連連 而馬辦執行長肖旭成 不只批評這是賴當局的連環套 更嗆聲不要為了意識形態強推新兩國論以刺激中國為目的 言下之意要賴總統國慶談話謹慎發言 外界分析無論賴總統說了什麼中國人可能在國慶前後進行聯合力艦2024B軍演 國防部也證實共軍會在10月10號當天發射火箭飛越臺灣上空 民進黨立委沈柏洋就分析國慶前後使中國認知作戰高峰刻意製造賴總統不穩定的形象 黑賴產業鏈攻擊 針對總統的這個造謠的產業鏈通常9月10月是一個高峰期 過往幾年比較起來的話那個量又再度增加 無論國慶前夕中國如何加大認知作戰力道並搭配軍事恫嚇即盡施壓 賴總統堅守主權立場依舊不動搖 好 三輪新聞新聞網友播台北參謀道 代表美國民主黨叫出2024白宮大位的候選人 近期接受媒體專訪大大方方的談論臺灣問題 但這個態度真的是延續現任總統拜登的對臺政策嗎 相較拜登民調震盪之際對臺態度漸漸強硬 賀錦麗接棒參選把民主黨的臺海基調校正回歸 但如果只跟自己比對臺海的想法倒是從一始終 賀錦麗這回接受美國新聞節目專訪 俄烏伊朗甚至是中國每個問題她都正面迎擊 對中禁逐關係賀錦麗依舊認為是21世紀 美國最該贏下的零和遊戲 美國總統大選倒數強權之巔即將改朝換代 對各方的態度只是矚目 三菱新聞報導